准备的内容也比较多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邪律回归 邪律回归 简单讲就是我们以前最常见的一个词叫节奏 就是我们慢慢能够理解了 慢慢能够理解这个价格或者K线运行的一个节奏 是解决这个课题 那我们来做另外一个事情 看一下 我画一个N 因为我们说是N型波段 我们再来重新理解一下 因为我发现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这么长时间前面两节课 我们第一节课提出的是一个趋势运行 趋势运行就是行情推动的一个基本结构 这个基本结构往小了看 最后我们是找到了一个最基本结构 是一个N字结构 那这个结构呢 是提出来一个总览 就是这个结构是一个基本结构 那第二部分我们分享的是 价格惯性 价格惯性解决的是什么呢 还是还是这个N上面的问题 我们这四个规律都是这个N上面的问题啊 这个第二部分这个价格惯性 其实是解决的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我标一个号啊 假如说我们这个是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我们看到第一段跟第三段 他一定要是同一股力量 而且第一股力量 就相当于你要你要打仗 你要跟别人这个干仗之前 你先要认一个老大 这个老大不一定是这个地方最强的 他可能是个地头蛇 对不对 那你要认个大哥 有个大哥之后 你再打架 你就有把握一些嘛 你就有底气一些嘛 所以呢 第一段是找大哥 就是你要找那个强势那一方 特别是在你那个规模 在你那个级别 在你交易那个级别里面 强势的那一那一方 我们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不一定你是找那个最大那个级别 那个级别可能他很强 但是他离你很远 所以可能帮不到你 这个时候找准这个主导力量 你那个级别的主导力量 找出来之后 第三段才是你主要要做的 因为你是第二段切进去 在第二段这个部分切进去之后 你要赚钱的波段是第三段 那这个第三段 它的内在驱动的力量 它跟第一段是一样的 就是第一段的上涨 跟第三段的上涨 应该是同一个逻辑 同一股力量 这是我们在第二部分主要讲的问题 第三部分主要讲什么问题呢 第三部分主要研究的是第二个 就是第二段 我们说第一第一第一个规律 讲是整体 第二个规律是研究第一段跟第三段 那第三个规律 邪律回归 研究的就是第二段 研究的就是第二段 那他讲的是一个什么事情呢 他讲的是这样一个事情啊 就是行情这样 如果我以这个角度往上 我往上的话 它是没法持续的 就是多方往上推动的时候 在行情运行一段时间之后 行情的调整不可避免 这种调整不可避免 是什么导致呢 本质上 它是多方盈利太多 就是很多很多人 浮营很多之后 他会自然的平仓 他会自然的平仓 那这种平仓的过程 就会伴随了价格的调整 就会往下走 那这个 通常这个下跌 就是这个调整的过程 也伴随着持仓量的减少 就是因为多方主动在平仓 导致的持仓量的减少 或者是空方就是止损 被迫止损 反正就是平仓 这种平仓导致的 就是多空双方的平仓 导致的调整 它就会往往回走 然后回走一段时间 调整完了一段时间 整个这个浮躁的持仓 浮躁的持仓就是那平仓的吧 就已经平完了之后 剩下坚定的人还在里面 接下来第二波入场 第二波新资金入场的时候 我就会拉动第二波的行径 是这样一个解释 简单解释啊 这个没法展开 但是不这个不是很重要 这个不是什么人 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那这个过程呢 我后面要讲很多 关于这个这个调整的 这个节奏 那我觉得有一个比喻 比较好理解一些 你们可以现在可以想象 就是后面你要不断 拿这个比喻来想象 你就知道很多道理 很好理解啊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还是还是比喻成一个战场 就是现在是一个战场 然后多空双方在打仗过程中呢 多方 首先多方 这个催臣靶寨 一下抢了很多地盘 他如果抢快了 比如他突然之间三个月 抢了大半个中国的地盘 这个时候呢 他他抢过去的地盘 他是没有巩固的 我们知道古时候打仗 一般抢完地盘之后 要比如说土地改革 比如户籍改革 他要把他巩固下来 还要洗脑 对不对 让你认同这个这个国家的文化 对不对 身份 这个时候你的百姓你才会比较稳定 可是如果你这些工作都没做 土地没有改革 这个这个这个户籍也没有愣 文化也没有进行这个改革 那你这个时候你抢来的只是一个地盘 没有抢到人心 对不对 没有抢到别人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 吃饭问题 那这个时候你抢来这一大片土地 他很容易被 很容易发生滑变 就是你抢完之后又丢失 这种情况非常多 所以呢 你抢的越快 丢失的通常也越快 那相反的 那这种情况呢 他就会造成行情这样急速的调整 然后你发现问题了 然后呢 你呃 你发现问题之后呢 这个时候 你因为你作战就是这种风格 疯狂的抢 然后疯狂的丢 像这个简直嘛 丢西瓜这样 疯狂的抢 疯狂的丢 他就会呈现这样一波一波的这样一个节奏 这是我们说N型结构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这个原因产生的 对吧 就是这个 就是每一波都是这样 每一波都这样 可是有些行情是这样的 有些行情是涨上去之后 他开始盘整 巩固一下 这相当于是我抢完这些地盘之后 我就开 我不急了再抢其他地盘 我先把这个地方给巩固下来 然后我再抢下一块地盘 然后我也把它巩固下来 然后我再抢下一块地盘 然后把它巩固下来 它是这样的 所以呢 这个是我用这个战争的这个比喻啊 来来解释我们后面要解释的这个运动节奏的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因为我们前面讲的是基础知识啊 我们是由潜入深的 这个是基本原理 我们先理解一下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调整啊 我们称之为调整 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邪律回归 用通俗的语言讲 他讲的就是调整 讲的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调整 也是我 我们经常爱说的节奏 行情运行的节奏 都是有这个邪律回归 那这个邪律回归通常呢 有两种方式 两种方式是这样的 我还是画图 就是为什么会有邪律回归呢 就是行情在运行过程中 比如说 这样长一段 这样长一段 那这个这种这种长法呢 他是没法持续的 比如说以这种长法 涨百分之五十 或者涨百分之百 翻一翻 是不可能的 几乎见不到这样的行情 除了2008年 金融危机 有过这样的 这个这都已经过去了 这个过去的十来年了 对不对 那这种情况呢 是非常少见的 非常少见的 那大部分情况呢 他要回归 他要回归 那回归之后呢 导致这个整体行情运行的节奏呢 他是 比如说是这样 那导致这个 整体的这个斜率呢 倾向于45度的这个角度 45度的这个角度 他会这样一个节奏 那这种 调整的调整的方式呢 两种 一种呢 是我称之为叫时间 用时间来调整 就是比如说你 比如说你这样啊 第一段 你这样长起来之后 那这个 这个这个调整过程 过程可能是这样的 就是 什么是时间调整呢 就是 换一个换一个说法 我先换一个线 假如说 假如说这个是45度 这个是45度的线 然后呢 换一个绿颜色的 换一个蓝色的吧 这个是45度线 这不是行情啊 然后行情是这样走 就是 第一波上涨 它是这样涨的 然后呢 它开始这样 横着走 它整体上都不就 它就角度就被调整过来了 对不对 它整体而言 它的角度会倾向于这个45度 它会调调整过来 然后呢 它可能 又是这样走 然后又这样走 对不对 这样的话 它通过这种方式 它通过在时间线上 我们说这个调整 你看这种调整 它是价格是并没有变化的 价格是横向走的过程中 价格是没有变化的 但是时间是在流逝的 那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达到说 让整个行情 趋向于45度的 这个平稳的运行 它是这种一种 其中调整的 其中一种方式之一 那还有一种方式呢 是这样调整 它不是横着走 它是往回走 对不对 这两种蓝色部分啊 这两种都是上涨 都是上涨 但是调整方式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横着走 那我们称之为 在时间上调整 就是价格不变 但是时间上在运动 这个是在时间上调整 这种调整 我称之为强势调整 就是行情突破之后 比如说这是第一段 这是一个突破段 那这个突破完了之后 行情开始横着走 就是行情非常强势的表现 就是非常强势的表现 如果行情是这样 突破完了之后 往回走 显得比较弱势 尤其是这个第一段 这个第一段 这个第一段啊 这个第一段 尤其是这个第一段 是突破的那一段 并且这一段走的不是很陡 是这种正常的 就是不是特别陡 比较平缓的 但是它调整的时候 却是这种往回调整的 那说明这一波的上涨 并不是很强势 也有可能是 就是行情在尾声 涨了很久之后 开始往回调整 也有这种可能 这是两种基本方式 基本方式 好 我们把这个最基本的知识 了解完了之后 我们后面是逐渐加深 那我们现在要 要谈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下 就是有哪些基本的情形 就是行情在调整过程中 或者在运行过程中 它的节奏 有哪几种基本形态 这个你要搞清楚 因为你是做波段的 我告诉你波段是吃什么 波段就是吃这种 就是吃这种 你就是要不断啃 就是要啃这种 你知道吧 就是要啃这种 就是这种 那所以 它的波动节奏 它的调整节奏 如果你搞不清楚的话 那你很难吃这种 你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切进去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我跟大家总结了一下 就是波段的节奏呢 就是我们要了解 这个波段的节奏的目的是 我们交易本身 你越贴合 就是越贴合实际行情 就是你老在想的行情 越跟实际行情是一致的 你的交易就会越自如 问题就越少 问题就越少 我告诉大家 有些人他是这样想问题的 就是很奇怪 就是 航行长到这 然后呢 他就直接在这进 对吧 这是突破嘛 比如说这里有个 这里有一个关键价位 突破他就进 然后进完了之后呢 他 就是他 他老在里面想的航行 其实是这样的 没有调整 然后中间出现了 这样的调整的时候呢 就手忙脚乱 就是吓死了 就是他不知道 哪个地方出现这样的调整 是正常的 哪一个地方出现调整 是不正常的 他不清楚 这个就是典型的 你老在里面想的节奏 实际跟实际的节奏 不一致 完全不一致 所以我们要认识到 本质的 就是行情本身 他是个怎么样运动的 他的节奏是怎么样的 你的交易整个进出 跟他越贴合 你就越舒服 就这个意思 好 这个说的比较抽象 待会 现在举例子 我喝点水 我喝点水 当然的 有一个基本方法 就是说你这些东西 如果你都不会 很简单 你需要看图 多看图 多阅读很多波段 你去看他 比如说我这里 其实我 我就是为了这个 这个课程 我找了很多波段 就是随便结 在行情里面 像这种 就是每一种 你都结出来看 比如下跌的波段 上涨波段 它倒是怎么涨 怎么跌的 它的动作是怎样的 这个时候 你就会有感觉 你就会对行情 波动的节奏 会有感觉 就是看这种波段 看流畅波段 是怎么样的 你现在 你的重点一定不是 我认为不是那种 分析行情涨跌 这个真的从从始至终 都不是我们的重点 我从来没有教过 你分析行情涨跌的方法 几乎没有吧 我没有教过 分析行情是涨还是跌 是多还是空的方法 对不对 因为那个东西 不是我们的重点 当然我们后面要分析 但是那个不是重点 我们的重点 是我们现在讲的 这些内容 才是重点 知道吧 这个节奏把握之后 才能够 当你把这些波段 运行的特征 研究清楚之后 你才能找到那些真正的盈亏比 就是盈亏比非常非常诱人的地方 你才能知道 因为你在胜率上下功夫 我说过胜率上下功夫 你再厉害 你提不了多少的 尤其在这种大波段 只要你不是炒单 胜率上下功夫 是很难有成果的 反而在盈亏比上下功夫 盈亏比在哪里 找到盈亏比 就是在市场结构的运行 节奏的运行的把握 好 那我们还是只能 拆开一个一个奖 没法 现在这样说太抽象了 那我这里呢 我把行情运行的波段呢 分为六种 六种形态 这种形态呢 当然这些名字是我自己取的啊 这个便于我们后面说 其实我现在也定义了很多名字 以后方便引用 那这个里面呢 首先是一个标准型 就是最常见的一个波段 它是怎么样的 它的形态 我称之为标准型 标准型呢 最近的就是铁矿 看一下 铁矿的这波上涨 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属于标准型 标准型呢 就是你看起来呢 它是这样的啊 就是它有些波段呢 你看我给 我给你们画一下节奏啊 可能你们还是不熟悉这个 画法 我还是给你们画一下 就是这一波从这走到这 就是第一段 对不对 然后这是第二段调整 对不对 走到这来 对吧 第三段走到这来 对不对 然后再走到这来 对不对 然后走到这 走到这 走到这 对不对 好 这是目前的这些波段 那 换一个颜色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里面呢 其实在这一段里面 它有调整 对不对 就是在一个主主主推身段的 主推身段里面 会有小的调整 这些横向走的 这些横向走的都是调整 对不对 就是横向调整 就我刚刚说的 是用时间的方法来调整 价格不变 但是它往往往右边走 那接下来呢 还有一种 就是这种往回走 这种往回走 这都有 就是它是混杂的 标准性就是混杂的 就是各种方式都有 还有呢 大级别的调整 就是这是小级别的调整 像这一段 这就是小级别的调整 对不对 大级别的调整 是这种 你看 这是一个三角形整理 我用绿色把它显示出来 其实红色 就是表示的红色 这一段 它是一个三角形整理 就是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逐渐 就是收口的这样一种整理方式 对吧 这个呢 是这个也是收口的 这个也是这样收口的方式来调整 对不对 基本上也是这样 这个就不同 这个是往回走 就典型的往回走 往回走 它不是横着走 它是往回走 这个呢 是横着跟回走结合的方式 它展现出来 就是一种收口的 三角形整理的方式 来来来调整 来完成这个第二段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标准形我要说的就是 它是混杂的 它隔一段时间 就是在一波 一波大的波段走完之后 它会有一个较大的调整 这个是我们第四个规律要讲的 就是自相自相似性里面要讲的 就是它的调整 跟它的主推升级别 是要对应的 这一波调整完了之后 这一波是跟它对应的 这一波调整完了之后 这一波是跟它对应的 就是这个下跌 是对这一段上涨的调整 这一段调整 是对这一波上涨的调整 那这一段调整 是对这一波上涨的调整 它是有一个对应关系的 就是一波一波的对应调整 当然如果你这一段 你看这一段也有 比如说这个小调整 它针对的就是这一段的调整 就是这三天 就是三根阳线的调整 就是这一段调整 对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现在呢 现在这个行情 这个铁矿 它很有可能要继续往上 它如果如果今天晚上收阳线 它就是去往上的 今天晚上如果收不了阳线 收小阴阴线的话 它接下来就是三角形 整理的概率很高 就这样 但是总体而言 它就往上的 就是铁矿还是往上的 它的力量还是往上的 什么时候出现说 判断它的拐点 还没到完全没有到 就是拐点的判断是很难的 我们尽量不要去做拐点判断 但是我们后面有一个策略 是教你们判断拐点的 但是那是特殊情况 不是绝大部分拐点 我们都判断不了 只能在行情展现出来 完了之后做中继 做中间的 做中继那一段 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标准型 标准型就是混杂的 就是它一段一段的调整 这样 后面自相似性 还会对这种调整节奏 会跟大家再来专门的分享 今天我们就是感受一下 这就是标准型的调整 还有比如说 稳健型 第二种稳健型的调整 稳健型的节奏是这样的 就这波 把这个笔打开 稳健型的调整呢 它是 它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 整体而言 整体而言 它沿着这根主线 都不会跑太远 都不会跑 比如说它不会跌 跌到很多 然后再把急速 把它拉回来 它也不会跌到很多 然后通过横盘的方式 把它拉回来 它一般是 就是跌个几天 跌个三天左右 它就开始进行调整 它让调整幅度也不大 也只调整两三天 然后又跌几天 又调整几天 就是非常稳健 这个就是我典型 我说的那种 这个抢地盘 我抢到一个城市 我就把它先把它稳定下来 把人心 我先收买人心嘛 然后 让这个 开仓正粮 救济一下 贫苦老百姓 救济一下难民 把口碑先做起来 把田地改革一下 然后分一点田 降低一点税负 说白了 就是让这个城市的人 对我有好感 这个时候 这个城市就被稳定下来 那这种稳定下来之后 我再来推行 再来 再来侵占下一个城市 这种推法呢 就非常非常的稳健 它的占领 就是空军 这边是空方 空方占有 空军在战斗过程中 它是步步为营的 它是步步为营的 那这种方式 非常非常稳健的 这种方式 稳健的方式 后面我告诉大家 是怎么持舱 这个持舱是有 跟持舱有关系的 跟持舱有关系的 好 你你 当然你只有搞清楚了 这些结构之后 你才知道这个 这个后面 这个调整的时候 我在哪个地方切进去 是最合适的 这个 比如说 你说啊 只有走出来 你才知道 并不是这样 走到这里来 我就可以啊 比如前面走到这里来 走到中间来 这有这有几段呢 这个可不是一段啊 这个有好几段行情的 你看 这一步行情 我能不能做 这步行情 能不能做 波段交易 这些都可以做啊 这都有四个机会了 这可以切进去啊 对不对 那你要 你要把握这个出场 跟跟其他的结构 出场又不太一样的 出场 它的止损止盈 它是不一样的 就是根据它的结构来的 根据它这个节奏来的 它是根据这个节奏 才关系到你进出场的 那个动作是不一样的 不是很死板的 知道吧 好 这个是稳健型 我再给大家看另外一种啊 你会感受到不一样吧 如果你感受不出来不一样 那就 那就看图真的太少了 你应该看得出来 刚才我给大家看的铁矿 跟现在这个心 它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你让它看出来不一样才可以 好 再看一下 我称之为楼梯形 楼梯形 典型的 有很多 我看一下 橡胶吧 印象中 这一段挺明显的 这种 这种下跌 这种下跌 你看非常非常具有点像台阶一样的 你看 非常典型 对不对 你感受是非常直观的 是不是 非常直观的 你从这里 杀到这里 然后走到这里 对不对 然后走到这里 走到这里 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的 所以它这样像楼梯一样的 你看这个下楼梯嘛 从这里 这是一级 两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这种图形 你看一下 它非常典型的 就是这种图形 非常好进场 你发现没有 比如说要是我的话 进场 我的操作是这样操作的 就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就这样进场 这种进场的方法 这个进场比较难一点 最后一级进场比较难一点 最后一级进场 因为这种 我估计 我如果我进场的话 我会 我会在这个地方可能会试一下 就是 这个地方我会试一下 我会试一下 其他地方应该不会了 这样的 这个就是楼梯状的 你要找特征 要找特征去进场 对不对 你一场了 你一场很简单 前面这一波一波幅度大概有多少 你一算就出来了吗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 这一波 从这到这 这有多大 对不对 那第二波我就这样出 比如说到这来 我就走 对不对 第三波也一样的 大概走这么长 我就走 对不对 你看都差不多长的 所以我后面讲的相似性 就还包含这一层涵意 你看我画的这些绿色箭头 就是我们做的这些波段 是不是都差不多长 对不对 很神奇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止盈 这就涉及到我们止盈 你到底在哪里走 对不对 它的节奏认识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个是楼梯型 好 再看 第四种 我称之为瀑布型 瀑布型 我们看白银 白银是我上次给他讲 讲过我做的那个 那一波行情的 还是大家看一下 因为之前做过 所以就印象深一点 这波行情 就这种调整完了之后 突然就直接 一下就走完了 这种调整完了之后 我把这个线都去掉 这个是我当时做 进场的一些位置 我都在上面标了 如果去掉的话 好 这就是瀑布型 就是一波行情 它连续猛拉之后就结束了 就彻底结束了 没有了 这种行情 你包括 就是 就是好多次了 这种行情 这种行情好理解 我就不举例子 这个比较很容易理解 最近的就是这个 焦焦碳吧 我只是看一下 焦碳有没有 这种 这种上涨 注意看这种上涨 这种上涨 其实就属于瀑布型 就是上涨的瀑布型 突破完了之后 它其实没有什么 像样的位置 可以让你进 很难 如果是我的话 在这个地方 我可能会进 但是我现在看 就这个 这个光头阳线的时候 我会进 我会进一点点 我这也不敢进多 因为这个里面调整太 这个上涨太长 调整太短 匹配 匹配上还有点问题 这样的 这个就是瀑布型 瀑布型像我们这种 做中继的是比较痛苦的 就是很难做得到 你看焦碳这个品种就很奇怪 它很多都是瀑布型 像这种 它没有 就它 它几天就走完了 只有一波行情 很短时间就走完了 这个行情还不小 它很短时间就走完了 像这种 没有什么 就是调整 都是一天的调整 就是一天的调整 这种没有 没有给你好的位置进 如果这一波的话 我估计就是最后这一点 我会做一个做进去 其他位置不好进 不好进 这个就是瀑布型条 瀑布型的 然后呢 就是我称之为毛造型 毛 什么叫毛造型呢 第六种 就是 就是 棕楼游 你看棕楼游最新这一段 就他 毛造型的什么特点呢 就是 行情 它要 它如果要跌的时候 它会迅速跌 反弹的时候 又是非常迅猛的反弹 你看这种下跌完了之后 这种反弹是几乎不合常理的 就是很少见到反弹 走的比 比主要的这个波段 还要凌厉 就是反弹 反弹的波段 比它下跌的波段 因为这下跌是主要的嘛 下跌是主流波段嘛 你是主要是做下跌嘛 结果你发现 反弹 这种调整 居然比下跌还要猛 这就是毛造型的 就是快进快退 就是我第一种 先画了那个图 战争图 先疯狂抢地盘 抢完之后 也不巩固 也不管 反正就 抢完之后就丢那 这个抢完一个城市 抢下一个城市 也不管那个城市 什么治安的 什么都不管 反正就抢 你抢完之后 就被反扑 反扑 反扑又把它扑回去 扑回去 你又抢 然后又碰到反扑 这种情况 走出来的行情 就体现为这种毛造型的 这种行情 这种图形走出来 一般我是不参与的 因为这种行情 你很难找到很 很好的进场位置 不好进去 说白了就是不好进去 你甚至有时候会 判断失误 就是行情 如果这样猛烈完让涨 你会以为 当前的主趋势是上涨 就这种 如果这种波段涨出来 再然后后面 这样横向调整的情况下 包括我自己现在 我都会觉得 它是一个 是一个 就是当前的大哥 应该是一个上涨 当前的大哥 应该是这种多头大哥 我会认这个大哥 作为我的依靠 然后我就跟着他做涨 我可能在这个地方吃个亏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这个阳线出现的时候 我可能会做多单 然后发现 哎涨不动 第二天阴线出现的时候 我会走 这个阴线出现的时候 我会走 就这个地方会止个损 但这个损完了之后 后面特别的交易 几乎我就不会参与了 我知道这个行情 毛造型 毛造型我就放弃了 这一步行情就不怎么做 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 这就是 根据调整 就是根据这种回归 我们称之为协力回归 也是那种调整 根据这种调整的节奏 不同 分为六种基本类型 你需要自己去观察 你自己多看 这个名字无所谓 这我自己取的 没关系 就是你自己去看 好 这个是关于 节奏的 这个六种 基本的图 基本图 基本图形 我看一下 对 我还画个图 就是刚才没有 我就有一个东西 就是标准形 我估计我那样讲 你们还没有搞清楚 标准形 是这样一个逻辑 就是 我看我画图 就是比如说 这样上涨 不用不转化 这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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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是这样 调整 调整 然后这样上涨 这样调整 这样上涨 这样调整 这样上涨 这样调整 然后这样 突破 然后这样 还是这样 这个就是标准形的 标准形是个什么意思呢 它实际上是我把那个行情的后面的自相似就是级别考虑进去了 就是你在看这个图 它都是自相似的 你看 这一段 就是这一段 它是完整的有两个恩情结构 对不对 然后你如果发你如果仔细看 你会发现 我的整个图 跟这个小范围的图 它其实是一样的 你发现没有 它其实是一样的 它只是级别不一样而已 那这种图 我我刚才画的过程中 我就是用自相似性的方法来画出来的 那这种这种图将这样画 这样走之后呢 你家如果 如果你来画波段的话 如果最大的就是这是第一波 然后这个是个调整 对不对 这是个三角形整理 对不对 然后往上之后 这是第二波 然后这是第二个三角形整理 对不对 那这两个三角形整理 实际上都是对前面这一波航行的调整 就这一波 这个三角形是对这一波的调整 然后这个三角形是对这一波的调整 这样 这就属于标准型 就是调整里面套着调整 它是 但是它又有又有又有一个结构 你看我刚才分析这两个大的 这两个结构 就是这个小结构 跟这个大结构 本质上是一样的 它就是一样的 对吧 欠套的 它欠套在一起 这个这个就是标准的 就大部分会走成这样 走成这样也是非常正常 非常正常的 知道吧 要能够识别它 好 接着往下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就是 这个回归 这个我们刚刚说这个 这个邪律回归呢 它其实是有 有正常的回归和异常的回归 正常的回归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什么叫正常的回归 当然我先先解释一下话图啊 什么叫正常啊 正常回归 正常回归就是 如果你航行行进 是 急而快速的 它调整的时候 急而快速的调整 是正常的 比如调整 哪怕调整正然 很猛的 这种调整 这是正常的 这种也是正常的 就是 也是这样急速的上涨 然后呢 横的调很久 这也是正常的 就只要你涨得很急 就是航行行 价格行进的太快 它需要巩固的时间 就越长 还是以打仗的一个例子 当你抢地盘 抢得太快 你就需要越 你抢得太多 你就越需要时间 来进行巩固 所以时间就会走得很 走久一点 走久一点是正常的 你不要就是 意思就是说 这一步的力量 你不要因为这个调整的时间 变长 而把它忘掉了 而把这个 因为我刚才说 N段N型的第一段 这个力量在后面 还全部存在 是有一个关系的 对不对 如果这一步行情 是走得很陡很急 然后调整的时间又很长 那这一步 这个力量其实还在 因为它本身是正常的 就是这个横着走走 这么长时间 是正常的 知道吧 那还有一种 就是这种 抢地盘抢得太快 然后又没有巩固 它突然就被反扑了 行情又很快的下跌 这个时候 很多人会觉得 行情是不是反转了 也 也是正常的 也是正常的 就是我们判断 行情反转 是就是用不正常来判断的 它不正常表示要反转的 它正常的表示 它要延续 就是它要正常 就意思就是说 它会延续这种上涨的概率 会更高 就是这个意思啊 好 我们举个例子 就是首先说正常的回归 正常的回归 我们先看 看一下猛龟 我记得猛龟有一个 找到了 看这个 大家看这一段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这个阴线出来之后 这个阴线出来之后 看好像是对这一段突破 对不对 就是对这一 这一片区域的突破 对不对 我画 我简单画 就是这个平台 这个 你可以说是双顶 但是无所谓 就是只要它是个盘整 它是一个横向走 横向走的过程中 突然有一个突破 突破 突破过程中 这一根阳线是非常长的 百分之六 接近百分之六了 这个阳线是 几乎你见到的最长了 对不对 然后第二天 几乎又是百分之六 又是很很大的一个 一个阴线 但是尾盘是收起来一点点 但是实际上 它是从这里开始 往上收的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航行往上走的时候 你发现 往上走非常凌厉 就是非常的猛 以往而言 如果没有前面 这波猛烈的下跌 光看这一波上涨 我会以为 这一波上涨 他就是大哥 他是主导力量 我要认他 作为我这个 地头是个洁败的大哥 我要认强势的嘛 谁狠我就认谁 做大哥嘛 对不对 交易里面是这样 可是假如说 前面有一段 这样的下跌 那也就意味着 这个反弹是正常的 就是猛烈的下跌 后面有猛烈的反弹 这个反弹 就是正常的 如果这个反弹 是正常的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正常的反弹 如果它是一个 正常的反弹 就意味着 下跌这波力量 才是主导的 懂我意思吧 这个逻辑 你们要想一想啊 这个逻辑很重要啊 这个反弹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反弹 我们知道反弹 就是意味着 它有一个主趋势嘛 那它的主趋势是什么呢 是一个下跌 因为这个反弹 是针对这波下跌 进行的调整 进行的反弹 对不对 如果这个反弹 走到这里来 我告诉你 如果这个反弹 不是杀到这里来 再往上杀 它就不正常 就是这个反弹 如果再只要走一根阳蟹 再往上只要走一根阳蟹 那就思路就不是 思路就不是做空了 思路就不是做空 思路是横着走 就是对它的判断 就是后期判断不明 大概率是继续往横着走 这种判断 而不是往下 知道吧 这就是认大哥 你是认这一波上涨的力量 推动这个上涨的这个力量 假如说这个多头带头大哥 你是认他 你还是认这个下跌 我这里要提出的就是 哪一个这个反弹 是不是正常的 这个我比较说的 那判断这么是不是正常的 就看它是急跌 所以它急反弹 那它是正常的 就这个意思 这就是 好再看一个 看还是看白银吧 再换一个角度啊 换一个角度 看待这个刚刚才 我们做的这波行情 就是还是这波行情 就这波 就是这波行情里面 它涨猛跌了猛跌了一天之后 这个阴线非常长 调整 它这个字不是往回 按理说它往回也可以 就是往回调整也可以 但这次它没有 它非常强势 我们说横着走是强势调整的表现 就是空头力量非常强 它才导致即使是暴跌 它也没有往回走 就是空头暴幅都不行 力量不够 它开始横着走 这种横着走的时间非常长 这五根K是一个星期嘛 这大概一个多月 对吧 这跌了一天 调整了一个多月 那你会觉得 那现在认谁做大哥呢 对不对 那你就要看 这个调整是不是正常的 这个调整 针对 针对这一波下跌进行调整 它是匹配的 这是我后面 我们也要讲的一个相似性 也就是自相似性 这个调整 对于这个下跌而言 这个级别是匹配的 是匹配的 就意味着它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调整 就意味着它会延续完来的方向 大概率延续原来的方向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说 判断是正常的调整 还是非正常的调整 我们再看一个 呃 橡胶 这几段行情 其实我们反复在说 就是这几个机会 因为是 一方面是我做印象比较深 因为当时 可能掌获比较多 另外一方面呢 是我们 我们不希望引入太多不同的 那个情况 大家不熟悉 还是这一步行 这个行情是我们分析 上次分析过的那个 连环引爆的问题 就是这个橡胶 这一波啊 2011年整个从顶部 开始转折 往下的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呢 呃 我们看一下 我把线都去掉 你看 这一波下跌 这一波下跌 也是非常凝利的 现在可能还看不出 是因为后面这一波跌 这一波下跌 更大 那这一波下跌 是非常快速的 那快速它反弹之后 它反弹这么多 你看 其实这一波 这一波当时 这个止损很简单 就是这根缺口 就这个缺口 不能封 就这个 你可以以这个阴线上演 这个上演 或者这个缺口 我当时有 我当时在 呃 我当时因为以前在 呃 那个时候还在期货公司 2011年的时候 有一堂那个直播客 也是录播 就是就是 在上课的时候 用软件把它录下来 后来传到网上去 就是专门分析了 这一段 这一段的操作 当时那个反弹 这种反弹 反弹之后是怎么处理 这个阳线 我现在是出现了 然后后面是怎么处理的问题 就是涉及到这个止损 涉到哪个地方 是最合理的 然后这个我要说的是 这波下跌 往上这样反弹 这个反弹是正常的 因为这个下跌很凌厉 这样反弹 反弹 只要你不超过这个位置 就是正常的 那如果你 你只要不超过这个位置 我就是以空头看弹 就是后面我找机会 在中继的位置做空单 就是这个思路 那如果把这个缺口给封住了 那我的多空的思路就会变化 那你找大哥 你你你可不光是 就是不光是找了个大哥 你还要分 多空的 空头大哥 还是多头大哥 对不对 这个就是属于正常的 好 说一个异常的 后面我们要讲快一点啊 异常的我就举一个例子吧 举多了 时间不够 我们看一下罗文刚 罗文刚这段行情 这一波 这一波 这波行情 你看我为什么说是 这三根 这个三根阴线调整 它就是异常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个上涨过程中 这个上涨的斜率 其实并不算 就是它就是一个45度的 它跟前面 我看我专门画了一下射线 它跟前面 这波上涨的角度是一样的 对不对 这个上涨的角度是一样的 它也没有这样 像这样 离开这个角度往上拉 然后它就会 它只要离开这个正常的角度 开始往上拉 它就会回来 对不对 这叫斜率回归 它这样往上拉 离开了这个角度 这里呢 没有 它没有离开这个角度 它是正常的往上 但是它突然之间 就是你没有急拉 结果你急退 这就是不正常的 这就是多头力量 比较弱 就是它 你还没抢到多少地盘呢 对不对 你还没抢到多少地盘 你都被反扑了很多 那就说明你力量比较弱 对吧 这个时候 那我那有可能 我就想后面的操作 我还认不认这个 这个大哥 我还认不认这个大哥 这背后的这个多头 带头大哥 这个操作的这个大哥 我还认不认他 对不对 你这么弱 那我不跟你了 对不对 如果你后面 展现的很强势 比如说这两个 顶多这个阴线 这个阴线出现之后 要打住 然后要往上 这个大哥 我觉得还挺给力的 这个带头大哥不错 我跟他 我后面还继续跟他做多 如果你走成这样 这个阴线出来之后 这个大哥就入爆了 那我就放弃他 后面就一定要注意 就这种大哥太弱了 知道吧 就这个意思 这种大哥就更弱了 你看 这个阳线突起来之后 四天四天不让涨 开始往下掉 四天不让涨就要走 这个突破 如果四天还不让涨走 就说明多头已经不行 这个带头大哥不行 力量很虚 不跟他出来 何况后面出现这个阴线 就更不用说了 好 后面节奏 我们稍微快一点 接下来最后一部分 就是我们要了解 这个邪力回归的应用 就是我们要应用举例子 当然后面 我们四个策略里面 都会用的 只是我们现在举例子 让他来感受一下 首先入场 入场呢 我们分这个 就是大部分啊 就是分为突破跟中继 这是比较传统 我们先看一下突破啊 我们看看几个品种 好 看一下这个红枣 这个品种其实走的蛮少 不适于分析啊 但我大胆的拿出来看一下 这部行情的结构 那我们说找文吧 很简单 就是 你先把结构搞清楚 你一眼能够 要能够看得出来的结构啊 这个 这个结构慢慢你熟了之后 你真的一眼可以看得出来的 我不用看什么 什么周线 什么乱七八糟 当然你不懂 你可以看周线 我不用 就是你看他是这样的吧 对不对 画了这个实体 就这样的 然后他是走了一个 三角形整理嘛 对不对 显然这个是大哥嘛 现在大哥看不出来就不行吧 这个第一段是大哥嘛 对不对 这个是调整嘛 就是这个 就是大哥 拉得很猛 这个拉得很猛 对不对 那这一段 拉得这么猛的情况下 他搞一个三角形调整 是不是正常的 正常的 匹配的 对不对 如果你看 如果换句话 如果这个行情不是长这么多 长到这个地方来 就只长了两天 他就开始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调整 那这个调整跟这个上涨的 这个大哥的级别就不对等 这个调整就不正常 知道吧 这个调整就不正常 这个不正常就说明 这个医的这个大哥不可靠嘛 我还跟他干啥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目前这种来看的话 这个大哥很很很给力 他很给力 给力完了之后呢 大哥也有累的一天嘛 他要调整 调整完了之后 大哥可能还会带头 他还会带头 所以这种行情呢 如果来一天在这个位置 比如假如就明天吧 收一个 收一个这样的 就直接 甚至很非常强势 直接跳空高开 收一个长阳 就可以跟 直接跟进 直接跟进 为什么可以直接跟进 我这里要讲的是 因为我这里讲是 邪律回归的第一个应用 突破 这就可以直接跟进 直接跟进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从这涨起来之后 实际上是从这个阳线 标准性的阳线之后 他进行了一个横向的整理 这个横向的整理 这个阳线出来之后 进行了一个横向整理 横向整理之后 往上突破 可以直接进 就是他有两股力量 就是你这个直接进的原因 第一个是带头大哥可靠 第二是平台有突破 有爆点 当然这个是这个具体 我们还是后面测量点讲了 现在我只提一下 这种就可以直接进 好 再换一个 换一个 当然这种直接进的例子 还有很多啊 今天因为时间原因 我没没法跟大家一个一个来讲 本来也准备了很多 这个 呃 我在说一个不能直接进的 要必须得回彩的 就你感受下这个 这个节奏 看一下斗破 斗破呢 这个地方也是个盘子 你看啊 你看行情是 实际上是从这到这 都是在横着走 对不对 这有个光标 把它去掉 等一下 从这到这 其实一直在横着走 那这我们说典型的平台嘛 对吧 平台突破的时候 是这个阳线 典型突破 这个阳线能不能直接进 这个阳线能不能直接进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不是现场 我真的觉得现场其实挺好 这个这个问题 可以让大家来讨论一下 这个里面不能直接进 为什么呢 因为行情 你看这波上涨 这个突破的时候 行情是从这里发动的 从这个点 你看从这个点一直发动到这里来 从这个点一直发动到这里来 对不对 那如果是从这个点一直发动到这里来 行情是不是多头力量是不是已经被释放了很多 多头力量已经被释放了很多 好 你这个时候急后会在这个地方进场 多头力量释放 就是就是带着大哥跑累了 带着大哥也只能带一带会头 然后要歇一会儿 他这个时候很容易就会在这歇一会儿 所以像这种就是从 就是我画图表示啊 画图就你们一下就明白了 就是 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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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一个 假如说行情就在这个里面盘整 啊 那这样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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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时候开始从这一直这样 这样来突破 啊 这样突破 这个时候能不能就是说白了这个地方能不能进的问题 我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大部分是不能进的 大概率是不能进的 我是 我是不在这个地方进场的 这种 这种走上去之后 这种突破之后 这一段 不能进场 为什么 因为你注意 多头实际上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发动的 对不对 多头实际上是从这个位置开始发动的 他从这个位置跑到这个位置 已经跑得很累了 然后还要突破 对不对 那你进去 他马上可能就会回调 就会回踩 我们称之为回踩 是吧 技术分析里面有这个说法 这个回踩 对不对 所以 如果是这种图形 要等回踩 他不踩在这 他也要踩在这 反正你要等他回踩 他就进 不要直接进 直接进 安全系数并不高 那换一种 当然这个是我们后面要讲的年环引爆的问题 我现在跟大家提一下 你感受一下 就是 走成这样 行星这样 还是盘整 还是这样 但是他呢 他这次到这儿来了之后呢 他停了 他开始横着走一段时间 然后才突破 这种就可以直接进 这种就可以直接进 看几个例子啊 这是很多 这我去找了很多 这是连环引爆的 这种 这个是突破 对不对 如果没有这一段 就是直接从这个地方发动上涨 直接涨到这来 你这个阳线你是不能做的 可是有这个盘整之后 这个阳线就可以做了 因为他回归了 就是这个上涨过程中 涨太急了 他没有回归 他迟早就要回归 如果你这个地方直接涨 比如这个阳线出现之后 再拉一个阳线 这个时候就突破了 对不对 你如果进 他就往回走 你就亏了 你就止损了 你跟他节奏就不匹配 你知道吧 你的动作跟他匹配 你就很少止损 如果你老是跟他不匹配就很难 所以要跟他想办法 好 再举个例子 这种细节 你看 这波行星也是个盘整啊 对不对 也是个盘整 这样横向盘整 对不对 从这个地方开始发动 往上涨 涨到这个地方来 其实没有突破 这里最高4853 没有突破 对不对 这个阳线出现之后 没有突破 如果没有中间这四个阴线 当然这是个十字心 没有中间的四个倒角 直接这个阳线出来 你看这个阳线是可以做多的 但是如果没有这中间 这个直接在这出这样一个阳线 你就不能做多了 你在这做多进去 直接进去的话 这个位置不对 你直接进去 他就调整在这来了 他可能就一直会调整在这个地方来 那你止损就看不住 你就会看了 这个就是节奏 就你要知道 他长久了 之后他就是要调整 他就要休息 这就是我们说的协力回归 你要能够感受他 对吧 所以我们后来 我们四个策略里面 就有个策略叫 联花引爆 联花引爆是突破策略里面 很 我是没有见到任何人讲过的 就是很多人说突破 胜率很低 胜率很低 那是因为 你的突破 有选 没有选择 没有 没有区分 有一个突破是可以当时进 有一个突破要回踩进 哪分别是哪一种 刚才已经举了例子 不能细讲 后面 这是 中继 我们看一下中继的情况 还是谈入场 入场 就是利用这个协力回归这个事情 我还是讲这个事情 大家可以看 这波行情 这波行情 就是这波调整完了之后 这波是调整对不对 这是走N 对不对 这波行情的节奏 看着很清晰 对不对 它开始调整 调整完了之后 按理说 我们是 这是 可以在这个位置进 对不对 这个 目前这个图 你是不能进的 我说的这个图 是不能进的 这个图为什么 你看 这个时候突破 实际上真实的突破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就突破这个高点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这个为人能进 这个为人不能进的原因 就是这波上涨 是从这个地方发动的 这波行情 已经走了很久了 对 你从这个地方 开始发动上涨 在这个地方突破 哇 刚突破 它已经走得很累了 它就要往回走 但是后面 我不论啊 我不论 就即使这样 一直涨上去 我也要说 这个地方不能进 这跟结果没有关系 我讲的是一个道理 我讲的是一个 就是一个 一个什么叫正确 跟后面赚不赚钱 没有关系 所以这部航行走成这样 这种位置就是不能进的 不能进的 这也是中继 对不对 可是这部航行不是这样走 我换一个换一个 比如说 航行不是这样 调整在这儿来了吗 然后涨在这儿来了吗 然后它开始这样走 这个阳线不在这个地方 这个阳线在这儿 这中间这样耽误几天 这样调整几天再往走 那这个位置你就可以进 这个位置进了之后 它航行一定不是像现在走成这个鬼样子 它会直接 你看这个地方倒了很多天 是吗 慢慢这样涨 它会直接这样上去 往上 对吧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休息够 所以它现在让它休息了 现在就休息了 就这个意思 好 自己要慢慢体会啊 然后后面我们讲一下离场 离场我们简单说一下 就是 邪律跟离场的关系 其实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 我跟大家举我最近做的 我上次在群里面说过的铁框 在我的一个朋友群里面 我们这一次报名的学院里面 也有几位 有五位都知道的 我是从这个地方进的 就是这一部行 这部行是这样做的 就是从这个地方进场 这一天出场 为什么这个出场什么道理呢 就是我给自己设定的一个规则 就是五年阳之后 五年阳之后出现阴线就离场 没什么道理 但它实质本身运用的原理 就是邪律回归 就是邪律回归 就是这个阳线之后 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 这五根出现之后 后面只要阳线 只要出现阴线 那后面第六根是阳线 我不出 第七根阳线我不出 第八根阳线我不出 第九根阴线出现了 我就出 就这样一个节奏 就是只赢了 就这波就只赢了 不管后面 不管后面是还涨不涨 这一波起码我先出来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这个调整我不知道有多大 这波就先出来 这个是关于 就举例子 不是要你们每个人 都用我这个规则 没有这样一个 没有这样的意图 只是跟大家说这个意思 然后另外我还有一个 自己的一个规则 就是五根K线加一块 五根K线 就是你进场之后 五根K线加一块 达到了四倍的ATR以上 也走 意思就是说 你看行情 我们刚才说行情运行 行情运行这个急涨 急涨 那你什么叫急涨 多急叫急涨呢 对不对 我们说急涨就伴随着急跌 急涨又伴随着大量的调整 对不对 那多少都要急涨呢 那你要去定义它 对不对 那有没有一个量化的东西 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量化的东西 是我以前做程序化的时候 喜欢用这个 然后现在也有这个习惯 跟大家举个例子 这波行情 你看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铁矿 因为这个铁矿 我今天主做的 就是这个地方进场 我这个地方是进了一波的 这个地方进场 哪地方出呢 你说哪地方出 这个地方就运用了五倍的 五根K线加一块 只要大于四倍的ATR就出 ATR我跟大家来 比如我这次举个例子 这个例子跟大家算一下 为什么是哪里出 比如说 我把ATR调出来 ATR就是平均波幅 就是每一天 比如这是日线 那日线的平均波幅 比如说我进场这一天 你看我进场这一天 这个波幅是16 对吧 16.46 我们45度一下 16 就是一天波动16 16点 16块钱 再提对于铁矿而言 平均啊 波动16块钱 那如果一天平均波动16块钱 接下来五天 接下来 呃五天 五根K嘛 五天一共是多少 就是 五六三十八十 对不对 那接下来就数嘛 你五根K线 接下来如果大于八十 你就走就对了 对不对 就这样 就这个 就这个规则 他就就表示说 有个量化的东西 表示什么是 什么是这个波幅比较大 就这个意思 你看这一天 如果是从这里 就是你如果在这个地方进 假如说对方进啊 假如说六百吧 六百进 这个时候你是六百八 就要走 对不对 你看这里面 这里面是最高是六百 六百八十二 对不对 六百八十二 那 就这个意思 就说你可能在这一波里面 如果在这个地方进去了 这一波最高点 你可能就走了 正好出在最高点 你发现没有 这个就是 就是有时候 他会出的一些非常精确的地方 包括 后面我这 后面这一波 我是在 在这样出的 就是后面还做了一波 就是在这个地方进的 这个地方出了一部分 然后后来在这个地方 又出了一部分 就这样来出的 就大概的啊 再就是最后一个 就是关于离场的 就是我还有自己有个规则 但是都是对于同一个原理啊 就是三板离场 因为这个我是吃过大亏的 我朋友都知道 就是曾经啊 刻骨铭心的一次交易 那个时候还蛮早 嗯 我记得 应该是2015年吧 铁矿上面 不是PTA上面呢 就这个 这一波行情 我印象特别深 因为这个 这个行情是这样的 因为我当时 呃 在哪里进场呢 在这根阳线 这个阳线 不是就是在中间进的场 就是在这边突破的位置 大概啊 这个位置进的场 你看我这种逻辑 跟现在几乎是一致的 调整吧 你看这个 呃 我还是画图啊 好 就是这波 这波下跌 然后反弹 然后再下跌的过程中 其实这个反弹 到这个位置来 就是 就就我鼠标点的这个位置 是一个突破 看得出来没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一个突破 因为当时 就有个连环引爆 你看了没有 就是 就是这个位置 本身是一个突破 就是这根线 这个位置是一个突破 这个是很多 可以像一个盘整密集区 对不对 这个阴线突破了 然后接下来又突破了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地点 对不对 那这样一个 这个突破完了之后 这个起码到这个点 是一个 呃 这个NN型波段 已经完成了 对不对 这样一个N就已经完成了 是不是 就是 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 一个已经完成了 那完成了之后呢 你看一下 本身为什么这个地方能做 是因为前面的戴头大哥 也是 就是 最大级别的 他也是一个下行的 那现在呢 小级别小级别也是下行的 这个时候心里就放心一点 所以这个地方就进场 我把线去点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进场 进场之后就反弹 反弹之后 因为我的止损是这一个K线的最高价 所以这个阳线上来之后 我没有走 结果后面这个阴线出现的时候 我就觉得情况非常的 非常有利于我 于我 就是 就是正好这个阳线被这个高价给压制住了嘛 那这个地方我就加仓 然后这个地方中间 再次加仓 因为这个地方 这个是再次验证 再次加仓 这个中间我还加过一次仓 因为那个时候加仓特别猛 而且是倒金子倒加仓 就是越加越多 这一天之后 就是三板了 就是这个是一个跌顶板 这是一个跌顶板 这是一个跌顶板 三个板我已经震到了 而且仓位非常重 当时引力非常多 结果我当时我说 会不会这个行情会发展成 2008年这样 金融危机那样 不知道多少板 就是后面调两天之后又是板 会不会那种情况 我就幻想啊 结果当天晚上 这个晚上我飞 我印象非常深 就是当天晚上开始还挺好的 还居然创新低了 然后利润就丰厚的不得了 然后后来就开始往上 然后往上之后 利润就看到一点点的蚕食 而且这个蚕食速度 比你进场的时候快 因为后面你加仓 加的大部分是在后面加的嘛 对不对 然后就利润迅速缩水 迅速缩水 不断缩水 最后几乎是利润非常潮 非常非常少的时候 实在受不了 就是因为太多利润回吐 差不多都要打到成本线了 差不多 因为成本线大概在这个位置 差不多打成本线 就盈利已经回吐80%了 最后我决定把它除掉了 就这波交易 自那个时候 以后 但凡碰到这种接近三个板的 我再也不去挑战它 因为那时候有个三板强评制度 所以你搞了三个板就出 你不要想太多 没有什么道理 这就是雪的教训 我是建议所有人 你如果做了三个板你就出 或者接近三个板 全出来 够了 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像这种 你如果在这个地方你进去了 这个连跌两下三下 你走嘛 你后面也不好搞 你后面很难受 对不对 这一波又快 赚得又稳 走人 找下一个机会就完了 是不是 我后来发现 我做了很多机会都是这样 就是迅速 水银泻地一样的出来 出来之后就走人 就这样 就挣到钱的都是这样的交易 非常舒服 这就是三板 离场 它运用的原则 还是我今天要讲的 斜旅回归 因为这种连续下跌 它要么是连续猛烈的反弹 你很难受 就像我刚才说 这个这一段 这一段 它要么就是猛烈的反弹 反弹之后还盘整这么长时间 你如果是持仓 虽然我没有到我的 没有达到我的成本价 一直都是 但是拿了最后看 还可以赚更多 但是你想不到那么多的 你中间很难受很难受 尤其这个阳线上来之后 还是往上突破 你是不是很难受 结果是个假突破 又往下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 赚到主要的那几波 那几天就可以了 一波行情别 别谈 别谈的太多 它如果有猛拉的时候就出 这个是对付这种猛拉猛跌的这种情况 最后呢 就是讲一个 在不同邪律 在不同节奏下面 不同邪律下面的持仓策略 最后一个内容 今天你可能又会超一点时间 这个在不同邪律下的这个持仓策略呢 给大家看一些交易记录 这个因为是持仓 涉及到一些石盘的交易 我给大家看我做过的一些交易 因为这个交易 我实际上跟大家展示过的 但是每次拿着说 都是说明不同的问题 所以我希望大家去理解 一个呢是急速的 急速的我们看一下 0708年的交易 我记得有一个新吧 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记录啊 这个新 这是当时做的记录啊 当然做完之后就截图 把它做了记录 这个新的离场 你注意看离场 我现在说的就是离场 这个这个离场 为什么就这个地方就要走 就是因为行情从这个地方涨上来之后 这个波段 这个这个角度啊 这个角度首先是不可持续的 它要调整 它需要调整 第二 你发现没有 前面这波上涨 跟我跟我做的这波上涨 是不是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也就是说 这一波上涨的幅度 大概会跟这波上涨是相当的 差不多的 所以行情走到跟它相当的时候 我选择走人 就对了 实施误着为俊杰嘛 走了 这种就是 急速在急速拉的时候 你要么是全部离场 要么是得减仓 被减仓 嗯 再看一个 2016年 PP的看一下 啊 这一波行情 这波行情 你看我从 这波行情是从这个位置进的 这个红色箭头 这个位置进场 然后呢 就是在 这个绿色箭头就是离场 都是逐渐减仓 这个里面是没有加仓的 拉到这个地方就开始减仓 因为这一波走的太陡 太急 对不对 不正常 你就预感到 接下来可能有条件要来了 对不对 这一波来了之后 这个阴线出现之后 你感觉那真的是要来了 然后也选择再走一部分 然后后面 留了一部分在 本来这个阳线出现之后 这个阳光头阳线出现之后 情况是非常好的 可能还会继续往上 结果后面 不如意 在这个阴线再走一部分 最后全部离场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也再走一部分 这个位置就全部离场 那整个而言 平均 你看这个算下来 平均的离场位置 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也基本上是 平均到最高的区域了 后面就开始往下回落了 对不对 而且这个会 就算你不出 就算继续往上 这一段出也是对的 因为这个地方 调整的时间太长 你很难受的 就是赚钱就是要快 快 就是你就是进场去赚钱 几天拿到利润 几天就走掉 就这种是最舒服的 你不要在里面 揉揉揉揉揉揉揉很久 那情况多半是要变糟的 我告诉你 真的这种情况多半是要变糟的 利润应该是不断 隔三差五就创新高 你的账户浮营 应该是隔三差五就变多 隔三差五就变多 那种是正常的 如果这种 这种放很长时间 半个月两个月 利润都不再扩大 那你我建议就好 那干那干嘛待在里面呢 在那边就是一种风险 那不如出来 就这个意思 再看一个 罗文 这个罗文比较经典 因为我出的最高点了 那这个位置进场 是不是我做中继 你们看得出来吧 这个阴线进了第一笔单 这个阳线加仓 这个阳线再加仓 我觉得我说我们阴线 那个时候 加仓还是蛮猛的 都是倒进子打仓 就越加越多 因为有利润保护的话 就可以加嘛 加完之后 你看这四根大阴 大阳线这样上来 你还敢吃仓吗 不管后面还有没有涨幅 起码 不管我 当然我肯定是预见不到 这样会这样跌啊 会这样跌 但是你起码有一种感觉 就是涨这么多之后 这个邪率走这么陡之后 他要么是横向回归 要么是直接立向回归 往回走 要么是横着走 要么是往回走 这种两种情况 都是我不想见到的 我有吃仓的情况下 我都不想见到 横着走很难受 回走更难受 那我何必难受呢 我出来嘛 先出来看看嘛 对不对 钱也挣到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离场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当航行走的 不是这种急速的 急涨急跌 它是一种比较稳健的 比如说 还是看交易记录 比如说这种 这个玻璃的这个交易 你看一下 是不是我还是做中继 你看行情是下跌 对不对 然后走成N这个地方 我在这个地方选择进场 这个地方出 你看到没有 我没有在这个阴线出现 地方出 没有在这个阴线出 对不对 也没有在这连续阴线出 我采取的是一种被动止损 就是有些叫掉灯止损 就是往回撤 我永远跟着它移 我的离场位置永远跟着最新价格往下移 比如这个阳线 这个阴线出现之后 我把价格移到这个阴线的最高价 这儿这儿都可以 或者成本价都可以 那如果反弹到这儿往来之后 出现这个阴线 这个阴线出现之后 我的我的离场价会移到这个位置来 如果这样继续往下之后 我的阴线会移到这个位置来 对不对 然后这个阳线出现之后就离场了 就这样 这种非常稳的 这种这种非常稳的 其实就是像叫什么 有点像那个稳健型 就是刚才说的稳健型的品种 适合这种持仓策略 稳健型的持仓品种 就是波段 就是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稳健型是新吧 比如说你看一下新 就假如说你这个地方你切进去了 就是在这个地方反弹之后 你在这个位置 假如说这个地方我切进去了 切进去之后 你的理场策略就应该是 这个阴线出现之后 就是阴线最高点 这个阴线出现的时候 这个阴线最高点 就这样 不断往下这样移 这个阴线出现的时候 这个阴线最高点 不断往下移 直到移到最后打掉你 比如说现在你 这个阴线最高点 你移到这来的时候 你就以这个阴线作为最高点 突破之后 你在这就走了 那实际上你这个波段 你是转 你是转的幅度是可以最大化的 这样你才可以最大化 你等于说你到这才走 那这一波你大部分都吃到了 可以了 对不对 这种策略 就是这种稳健型的 它的持仓策略 是这样的 再就是 我的交易记录里面 因为这些交易都是有结算单的 所以我把这些交易记录 拿出来是以后的课程 我们要来分析的 这一波行动 其实我跟大家看过的 这种就是稳健型的 就非常稳定 就是跌几天调整 跌几天调整 跌几天调整 非常稳健 那这种就是不断往下移 把你的离场位置跟着往下移 移到这个位置了 它要两根阴线出来之后 这个阴线出现了一个下十字形 就是它本来要继续往下的 又收起来了 这个时候感觉情况不对 开始走人 就全部走掉 就这样 当然中间是有加减仓的 中间这种跳下来 但是我看到节奏之后 这种跳下来是有减仓的 这种跳下来有减仓的 但是底仓是一直这样来做的 这个是关于不同写率 就是不同的节奏下面的一个持仓策略 有的是几掌几叠我就走 那有的是 我是用被动止损的方式 来推动我的离场位置 是这样一种 所以你看 小小的一个写率回归 我们知道说回归就表示这个 这个调整嘛 小小的一个调整 大家都知道 但是具体运用到你的交易 策略里面去 并不是很多人能够知道怎么用 我就发现这个问题 不知道怎么用 一问起来 好像还没入门 这是我的感觉 好 今天的这个 写率回归的这个部分呢 就讲到这里 可能还有一些遗漏的话 这个没办法 只能以后 以后的这个第二期第三期里面 慢慢去补充 所以后面 补充一些还没有讲到的内容 那还有一些内容呢 就是如果我在 后面 我在背课过程中 如果我把 就是记起来了 因为有时候就是看了图 看了图 就算记起来 这个点还没讲 那我会在群里面 微信群里面进行补充 跟大家补上去 把争取 把这个知识体系 不要有遗漏 不然后面 在四个交易策略里面 其实四个交易 其实这个N型波段 交易系统 我可以这么讲 直接讲第二部分 讲交易策略 其实也是可以的 不讲前面四大规律 但是那样的话 你就是你们听完之后 你们会产生很多怀疑 是你这个东西 你依据是什么呢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 很多为什么 那你如果你很多为什么 就意味着你没有信心 你产生不了信心 如果你产生不了信心 我还是那句话 没有信心 没有就没有任何收获 就是你对这个东西 没有信心 你都有点怀疑 那没有任何收获 就我观察这么多年 就是接触很多人 如果对一个事情 对交易上面 某一种方式 没有信心的话 是没有前途的 没办法 必须得有信心 所以我才花这么长时间 讲四大规律 就是它是支撑起 我们交易策略的一个原因 原因的内核 这四个规律是基本规律 我们的策略建立在 这个基本规律之上 那它就非常稳妥 知道吧 它就非常稳健 你看我很多交易都是 什么12年11年做的 但是逻辑都是一样的 逻辑都是一样的 这就证明了 它的有效性 知道吧 那最后一个四大规律之四 第四个 我们在预计是在周三 周三同一时间 七点半钟 来跟大家来分享 自相思信是一个非常 非常复杂 也非常难以理解的一个东西 但我希望我把它作为 这个从实用的角度来讲 讲的最简单 最直接 就是讲应用 应用层面 就具体到我们开仓 离场 加仓 这个止损 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自相思信 这个周期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怎么看待 因为你必须落实到自己的交易 最终你是为了交易 所以最终你不是为了创造一个理论 很多人把周期搞成一个理论 就是搞成了 比如说波浪理论 它就是一个理论 你要用这个理论挣钱 还有很很长一段路要走呢 首先你不光 你数不数得清楚是一回事 你即便数清楚了 你也不知道从哪个地方进 从哪个地方出 对不对 那就是它 它也许很完美 我不知道是不是完美了 它也许很很对 但是就是不实用 比较难整 那我们的周期 就是要建立在实用的基础上 来跟大家分享 我认为的这个周期